宜蘭縣水墨學會第五屆理事長黃燈中 在他的畫師內侃侃而談他的創作理念 以及他的水墨畫風格 傳達他內心的繪畫世界 不同的時間空間 然後這個魚 創作在不同的空間裡面 那上面要畫一個人 尋到的人 在尋找人生的方向 宜蘭縣水墨學會成立於2010年的2月 由張慕春老師所發起成立 而追溯到創會的起源 是因為2000年國畫大師周成教授 在張慕春老師以及張秀玉老師的力邀之下 受到故鄉的呼喚 開始在宜蘭教學 也孕育出許多新的水墨藝術種子 宜蘭縣水墨學會 因此秉持著周成教授的精神而來成立 民國89年周成教授來宜蘭 那時候許歲還沒通 他來宜蘭教 那時候張慕春老師跟張秀玉老師 特地從台北請周成老師過來 所以周成老師每兩個星期 來宜蘭指導一次 那時候上課的時間 地點兩個星期一次 然後在以前的民主路的會登補習班 在那個地方 在此很感激寧光玉老師 貢獻一個優良的環境 讓我們可以學習 然後我們89年成立以後 周成老師就從最基礎的地 開始春法還有石、樹木、各種手法 水墨的手法都在教我們 兩年以後、民國91年 我們成立南清化會 然後第一次展覽 獲得風評相當的不錯 民國99年 隔了89年到99年 隔了10年 張慕春老師有感於 我們要推行東方美術教育 所以他特別成立 宜蘭縣水墨學會 宜蘭縣水墨學會成立至今 致力傳承發揚東方美學 並且發展台灣水墨化的特色 至今會員有50多位 各個都是宜蘭縣藝術界的 大師及人物 當中張俊雄老師 還獲得了111年 全國美術展水墨化的金牌 把這個水墨文化推移術 推廣給宜蘭縣的姓名 不要讓這個文化消失 然後讓我們繼續努力 各行各業都有 已經20年的努力 已經可以說是送入民間了 上次專業的畫家 學員派得出來的畫家老師、教授都有 還有我本身是亞醫師 再來還有參理的老闆 還有李醫師 畫工都相當的好 今年全國的美術水墨比賽金獎盤 就在我們的畫會 張俊雄老師 可見我們的畫會水準是蠻高的 水墨畫藝術向下雜根 以及教育推展的工作 水墨學會也是不予一例 特別舉辦中小學的水墨比賽 至今年已經第三年 逐漸看見水墨藝術教育推廣的成效 吳英傑老師他是年輕的畫派藝術家 很有作為 他是想推廣 不只在社區大學 他是推廣水墨教育從小扎間 讓學生、中小學生都可以從小扎間 所以109年舉辦中小學生水墨比賽 然後今年是第三年的 今年第三年的 所以我們一直在朝著藝術文化 東方媒體的藝術文化在推廣 在教育 希望把這種東方藝術再深入民間百姓 宜蘭縣水墨學會 期望東方美學以及台灣水墨畫 能夠在南洋平原開枝三葉 廣布南洋各地 銜接台灣各地的東方文化藝術 激發出更多的藝術火花 宜蘭新聞記者14名採訪報導